由佛光山金刚寺所举办的 幽游墨运水墨画展 5号的下午 是在金刚寺艺文中心举办的开幕仪式 邀请了艺术家陈碧凤 黄秋香以及郑聘银三人 联手展出了山水 花鸟还有书法等作品 吸引了超过3000位的乡亲 前来欣赏 场面是相当热闹 5号下午 金刚寺的艺文中心 举行了幽幽墨运水墨画展的开幕仪式 邀请了陈碧凤 黄秋香 以及郑聘银三位艺术家 来到台东展出 画展的内容包含花鸟 山水 还有书法等作品 吸引了台东热爱艺文的同好与乡亲 超过300人前来参与 而金刚寺也邀请民众们 来到这里欣赏画作 在忙碌的生活中 静下来调试心情 所谓的修行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要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境 所以看画的当下 参观画展的当下 它就可以让我们赏心 悦目 让我们改变心情 然后你随着创作者的画镜的提供 它可以让你进入一种 喜悦光明清净的心境 出生台东的艺术家黄秋香 在作画的过程中 还添加了各种美材与工具 包括了盐巴与压克力板等 凸显画作的特质 而看到了今天有这么多同好前来参与 感到开心之余 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艺文件人士 前来台东交流 有同好来啊 那是最开心的是 突然来了三百多人 实在是太让人意外了 所以呢我也非常感恩惠丽法师 在这个提供这个平台 让我有展现这个 我自己艺术方面的创作 参展了26件作品 那有几件是比较属于特殊型的东西 我想在这里呢可以介绍给爱好艺文的好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分享 北部啦中部啊南部喜欢艺文的人 来这边跟我们一起享受 陈碧凤黄秋香以及郑僻颖三位艺术家 所展出的悠游墨运画展 从开幕起展览到五月底为止 想要欣赏画作的相亲朋友们 每天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 都能到金刚寺的艺文中心 参观浏览 在田径的氛围与环境中 欣赏画作 享受这些作品所带来的喜悦 及亲近的感受 记载前轮 桃东市报道